接着为各位介绍如何在影片片段加上视讯特效 请先在Timeline时间面板选取你要加上效果的影片片段 接下来点选Effect工具面板 打开VideoEffect视讯效果 Premiere提供的视讯效果数量非常多 有超过130多种 另外如果说我们在安装所谓的滤镜程式 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视讯效果 所以不太可能一一为各位做介绍 我们在后面的部分会为各位介绍比较常用的视讯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Adjust调整类的效果 如果我们要把效果套用到时间轴的影片或者是图像上 可以先选然后再利用滑鼠拖曳 拖曳到影片片段上 或者是我们可以打开Effect Control效果控制面板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这边选择是一张图片 图片也好影片也好一定都会有Motion跟Opacity这两个属性 一个是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可以设定它的移动 下面这个Opacity则可以设定它的透明度 你会发现刚才呢老师拖曳了这个AutoColor自动色彩 之后在这个地方呢也会增加上来 那如果说你要删除效果的话 也可以点选按键盘的Delete键就可以删除 好如果要套用的话 也可以用滑鼠拖曳直接拉到Effect Control面板 好我们这边呢来看一下这几个特效 好这边呢前面有Auto开头的呢都是自动调整 比方说AutoColor自动色彩 AutoContrast自动对比跟AutoLevel自动色接 这是Premiere提供的自动调整工具 可以把你的素材 好比方说图像啦影片啦 自动调整成一个最佳化的效果 好我们先来看AutoColor 注意色彩的变化 它会帮你做校正 帮你做一些修正 那你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自己调整 不过通常我们在使用AutoColor的时候呢 都只用预设值 你可以在一个片段上面呢 加上许多VideoEffect 比方说我在这边呢再加上一个AutoContrast 你可以调整它的套用的顺序 我们的Duck.jpg呢是先套用Motion 还有Opacity然后呢再往下AutoColor跟AutoContrast 我们如果要调整套用的顺序的话可以在这边用滑鼠拖曳 比方说我把这个自动对比呢往上调 你可以发现呢先套用自动对比再套用自动色彩 它的效果其实是不一样的 VideoEffect套用的顺序呢也会影响到最后输出的结果 好我们这边呢把它删掉 如果说你要删掉多个视讯效果的话 可以按住键盘的Shift键 选取之后再按Delete一次删除 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个AutoLevel 这个是自动色阶 好除了使用预设值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调整 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调整 好在我们的Program视窗呢可以预览调整后的结果 如果我希望回复到预设值的话 可以在这边点一下Reset 好让它回到预设值 好我们再看其他的调整类的VideoEffect Extract 这个可以做出类似像纪录片的效果 好我们在这边呢先选择一个适当的位置 那请各位注意在这个地方呢 你除了选取适当位置以外呢 你不能直接拖曳过来 好因为你这边拖曳过来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套用在刚才选取的这个素材上 你可以发现套用的素材呢 在这个地方呢会出现一条绿色的线 所以呢并不是套用在我目前时间 时间面板 时间轴面板 时间滑感所在的位置上 这点请各位务必注意 好这个是套用后的效果 它可以产生一种黑白纪录片的感觉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再做调整 好OK 我们再看其他的效果 Lighting Effect 你可以在影片上进行打光的处理 Lighting Effect呢可以做打光 最多可以支援到五盏灯光 我们点选三角箭头往下展开来进行设定 目前呢只有第一盏灯是打开的 我们在这个Light Light One这个地方呢可以选择灯光的类型 Spotlight是聚光灯 它是有方向性的 我们在这边呢可以把它改成 Directional 有方向性的光源 平行光 也可以选择Omni 一个点光源 往四面八方照射的光源 还有刚才的Spotlight 如果是选择Spotlight 我们在这边呢也可以设定它的angle 它的一个灯光的角度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做调整 另外呢也可以设定灯光的半径 这个半径的值呢会影响到它照射的范围 另外呢如果说你觉得颜色想要修改的话 我们可以在Light Color这个地方呢 选取不同的颜色 好再按下OK 这是打上一盏偏黄色光源的效果 我再调整回来 好这是第一盏光源 如果你要再加上第二盏光源的话 可以在Light 2 灯光类型这个地方呢 把它改成其他的光源即可 好比方说我这边呢 一样选择Spotlight 一个聚光灯 变成两盏聚光灯 那你可以调整光源的位置 好第一盏光源呢 也稍微调整一下 好这个就是Lighting Effect 一个打光的效果 那也可以搭配时间轴呢 来产生动画的效果 好你可以在这边呢 来加上关键影格 来制作动画 好这个部分跟我们讲过的一个 Motion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好我这边把这个 关键影格取消 按OK 好再来我们来看 底下的这个濾镜呢 是我们常用到的 它可以调整亮度对比 摄像与饱和度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呢再选其他的图片 不要忘记在这个地方点选 我现在要选取的是这个影片片段 好 套用上来 然后展开 第一个是可以调整亮度 可以产生加亮的效果 或是变暗的效果 如果变成负值的话 就会比原本的亮度更低 好我再还原回来 Contrast是对比 对比越大的话呢 色彩的落差也越大 而且颜色也会变得比较饱和 好再还原回来 接着是色相 也就是色彩的相位 使用色相的调整呢 可以改变色彩偏移的效果 不过如果说你知道你只是要调整某一种颜色的话呢 后面会再继续跟各位介绍色彩平衡的指令 好这个是色相 还有饱和度 如果你希望颜色鲜艳一点 你可以增加色彩饱和度 那如果说你希望做到的是一种 褪色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 Saturation这个地方呢 调整为 较小的数值即可 也可以直接输入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去比较调整前后的差别 这边有个Split Screen 分割萤幕 好我在这边呢 先把它做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比方说30 你可以看到画面的 左边的部分呢 是调整后的结果 这是原本的画面 那我在这边呢 也可以调整它的亮度 将它调暗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边有一个分割萤幕的比例 50%的时候 刚好是在中间的位置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将它调低 比较一下套用前后的效果 好OK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滤镜 我现在把它删除 其实如果说你要比较套用前 与套用后的效果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这边有一个图示 Toggle the effect on or off 我们把它关闭 这个效果呢 就会被隐藏起来 那输出的时候也不会看到 我们需要在使用的时候 再把它打开就好 好 删除 最后这个video effect 视讯效果呢 则是可以调整阴影跟亮部 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调整 Auto Amount 自动套用 可以取消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来调整阴影的效果 Shadow Amount 调整阴影的效果 跟Highlight Amount 并且在Program视窗呢 调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即可 好 以上呢 为各位介绍的是Adjust 调整类的video effect 请不吝点赞